可能就是父母一起来讨好小孩子 这整个家庭乱掉 毁掉 爸爸跟妈妈要通力合作 让小孩知道这个家庭是有规矩的 所以要讲究家教的方法 我问你妈妈为什么常说一句话 你再不乖 爸爸回来你就该死了 那不是出卖爸爸吗 那就是要造就爸爸的威严 为什么出卖爸爸 人总应该给他有一个怕的人吧 尤其是小孩 这句话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介绍我不知道 连孔子都讲君子有三位 你心里头总要有一些害怕的对象 你才会制约你自己吧 天不怕地不怕 那还得了 小孩子需要教育的 你总要让他一个比较怕的人吧 父亲尊重母亲 是因的 母亲尊重父亲是羊的 这阴阳一结合就完全不一样 妈妈放心地讲 你再不乖 爸爸回来你就该死了 爸爸回来 妈妈要偷偷跟你讲 今天他做了什么 不好的事情 那爸爸能不能出卖妈妈 妈妈告诉我 你不听话 不打你 你要偷偷妈妈 那这算什么爸爸 这算什么爸爸 这就是爸爸不懂事 那这个家庭怎么会合呢 那怎么有长金 做下来 Thank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